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倩航老师 这一课呢我们来默写一个女性的躯干 因为这个胸腔的体块在人体当中最大也比较重要 所以呢我想先去画一个胸腔 我先靠它轮廓的两侧去确定一个它的朝向 这个东西画多了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了很多的经验 因为它造型本身也不复杂 所以呢各个角度还相对来说比较好画 然后呢颈部我大概去勾勒一下 接下来就去找一个它头部的基本形 再接下来是跟它连接的腰腹部 即股盆 再接下来我们找一下它的锁骨 锁骨 这个窝对着的这个位置呢是肩窝 然后肩窝的外侧就是肩三角肌 肩窝的内侧呢就是胸大肌 那么这两个位置也就跟着确定了 另一侧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我们画的是躯干 所以呢就不画太多的四肢 胸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在这个胸骨结束的这个位置 不要画太靠上 画到这个位置就显得很奇怪了 这个不准确 那么太低呢有一种下垂的感觉 它也不好看 所以说大概给画在胸腔中间的这个位置就OK 就可以 因为胸骨是略微向外鼓的 那么剑突的这个位置呢是往里收的 所以在体表上一般是看不到的 在肚脐的这个位置周围呢有一圈龙血 在夜窝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穿插关系 尖三角肌压盖着胸大肌 然后胸大肌和尖三角肌一起压着弓二头肌 也就是手臂 里面是夜窝 如果手臂是有上台的趋势 或者手臂上台到很高的地方 那么胸大肌会被拉扯上去变薄 然后胸部也会跟着往上移一些 也会不那么向外拢出 也会变小 然后再往上移一步 那么这是一个趋断的一个基本结构 学习人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条腿走路 我们不仅要去了解人体的基本解剖结构 还要了解人体的体块特征 那么体块应该是大家接触最多的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运动 运动是人体各个体块解剖结构产生的一些特征和变化 这样才是学人体最好的办法 有很多朋友私信我 就是怎么样学人体能更快速更高效 那么我一般的回答就是学人体千万不要急于修成 不要想着一下就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它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它不像是文化课那样 给你答案你就会了 你知道答案就等于会了 人体结构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科学 我觉得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也就是说你愿意慢慢变强 你就是把人体上面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 逐步的提高 逐渐的加深理解 然后越画越熟练 哪一种单一的方式都不能够很好的去解决人体结构 去解决人体上面的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你只去背人体的解剖 你在画的时候很难是对应上 解剖图呢大概一般都是比较理想化的 中规中矩的 带运动的比较少 那我们画的人体呢一般都是带动作的 在有动作的人体上 它的肌肉形态一个是和解剖图当中的不能匹配 再一个是由于各种动作下肌肉产生的变化 那么脂肪的含量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体的外形 那么你在一个运动的人体当中 你很难去确定这些肌肉长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点出问题比较多的地方 那么还有就是体块 概括的体块画多了之后 没有办法深入 不知道不了解里边的结构到底长成什么样 或者说在某些动作下 在某些动态下 肌肉会产生什么样的形变 也不能很好地把它解剖外形 画在体块当中 契合在体块当中 那么这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学习人体一定要耐得住性子 一步一步来 那么咱们的易用人体结构课 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只要你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 一定能够帮你解决很多人体中的难题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人体结构方面的知识 那么就请期待咱们的线上直播课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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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